有一天,林波的王先生准备开自己的林肯车去上班 结果发现车被人划了 在车门把手还插着一张纸条 纸条的大概意思是 车是他故意划的,因为爸爸住院了 所以想跟车主借五万元 如果车主不借的话,下次会弄得更严重 王先生看完后就报警了 没想到当天派出所受到了三体这样的报案 今日法院审理了此案 嫌疑人小李因敲诈勒索罪 被判途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 在上海黄浦区一家餐厅 推出了专人拨虾服务 老板表示因为过来吃饭的大部分是年轻人 很多时候会组队玩游戏或者玩手机 因为拨虾要戴手套 也会弄张手,造成的不便 所以为了照顾顾客 专门推出了拨虾服务 这项服务会加收45%的服务费 直接归拨虾员所有 选择拨虾服务的基本上是男生 如果每天都来的话 再努力一些,工资可以过万 一名阿沙碎男子陈某 日前因涉嫌一中入室盗窃案 在广州被捕 警方在陈某的住处发现了八本叫 全资之宝的盗窃密集 尽了解这是陈某自己写的 因为陈某认为有人盗窃被抓 是因为忌不如人 以往的盗窃手法过于成就 所以自己买了书加以钻研 自己总结了一套吸引的撬索技术 也将自己的实战经验记录在了密集里面 警方通过这些实战经验初步掌握了陈某另外设案五十余中 目前此案在进步侦查中 视频拍摄于5月21日 在江苏徐州 嫌疑人魏某在偷电动车的电瓶 一共作案二十一起 平均下来每月灰干一次 每次灰卖一百元用来买烟 目前嫌疑人魏某已被警方抓获 你为什么会去偷电动车的电瓶 因为我的烟益比较大 工资都交给媳妇了 每个月只有五十到一百元留花钱 刚开始为了买点烟就偷了电瓶 后来一次一次一次就偷多了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 近日有份调查显示 16.7%的受访者为庆祝毕业花费在一千元以下 40.5%的受访者为庆祝毕业花费在一千到三百元 42.8%的受访者会为庆祝毕业花费在三千元以上 毕业季安排的项目主要是聚餐 好友互送礼物 拍摄毕业写真 很有毕业旅行 给朋友送行等项目 广东一位女大学生 常年用胡歌女朋友为历称点外卖 今日受到了一位外卖小哥的抗议 虽然我是男生 但是看到你名字很不爽 胡歌是我老大 胡歌没有女朋友 祝君到了中午的提升新浪环节 土豆昨天去玩 买票时有个挺帅的小哥哥 有事就把票卖给了我 结果一紧张一直问人家去哪 看样子应该是没有要到小哥哥的联系方式 说到空调我得说说了 我学校不受我们学生的水电费 遥控器在我们学生手里想开就开 但是宿舍住了五个人 开低了三个身体座的怕冷 开高了一个怕热 就我一个随便无所谓的夹在他们中间难受 欢迎收听关于空调的那些事第三集 欢迎收听关于空调的风调的风调